《亚历山大贝尔》 十五岁 发明盲文 弗兰赫艾普森 十一岁 发明冰棒 伟大的标准从来都与年龄无关 我的梦想就是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式科技集团 我希望帮助人们远离低深的伤害 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磁悬浮技术 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少年爱提升》让世界刮目相看 成都人的盖 成都人的苗 成后头的三领 报告广场照 成都人的外 成都人的小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每天我都要爬这160多级台阶 爬得我腿都算了 可是我还是要爬 为啥子呢 这个就是我的天台实验室 里头尝到我的许多小秘密 我可以让你交换了许多 我是来自成都的孟子民 《少年爱提升》 《红老人》 大家好 我是孟子民 我来自天府之国 我是成都市实验小学一名六年级的学生 我今年十一岁了 在学校啊 我有个封号 叫《科学小达人》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谢谢 你刚才视频里边说到了要让水倒流 这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水倒流不是真正的让水倒流 它是用摄像机才能拍出来的 当我们把那个音箱的频率调成23赫兹的时候 水的频率也变成23赫兹了 可是这个摄像机的频率仍然是24帧 所以看上去就水是倒流的 其实水还是没有倒流 它还是往下流 这是一个视觉效果 对 真的是科学小达人 那个天台实验室又是谁给你造的 我特别喜欢搞发明嘛 东西买得超级多呀 把客厅啊 书房全部都放满了 我就把我东西放到天台那去做实验 这样子可以大展身手 而且还不用担心我阿姨的唠叨说 我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天台台长 你今天带来的发明 我就好期待 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 我这个发明啊 就跟吃有关 来一起来看看孟子明的作品 大家不要看这站摆着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的发明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厨油勺 成都人非常喜欢喝汤 老鸭汤 鸡汤 鱼汤 排骨汤 什么都要喝 连火锅的汤也要喝是吧 火锅有那种白锅的那个汤 成都人也要喝 这个勺子就是可以去除这个汤表面 浮的那一层油的 我们这儿也有吃货 让他来验证一下好吗 我来 我们看这个构造也很简单 对 像这个麦油温啊 低油的那个东西 只是他把洞口子放小了而已 我们先来做一锅汤 因为成都人那边喝汤 比较喜欢放油 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上面铺着一层油 我们要给它除掉 我们就把这个勺子往里面压 油就冒出来了 油就从里面流出来了 这个很巧啊 有点像火山爆发的感觉 非常非常巧 好赞啊 当我们看到里面流出来了水的时候 就往那一抬 就可以避免浪费汤了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位置 然后可以继续除 这个勺子的高度 它的直径 会影响到除油的效果吗 你怎么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 会影响的 我们就拿这个除油勺的这个 小孔的这个部分来说 不要讲出来 核心 核心机密 好了 把这些数据保留 除油勺巧妙地运用了流体力学原理 通过力的作用 控制液体的运动走向 小舱内部是个倒漏斗的结构 只要轻轻按压勺子 因为水油比重不同 浮在水表面的油 就会先从漏斗顶部小孔内溢出 流进勺子内 而除油的关键 就是小孔的尺寸大小 孔太大 水会跟油一起溢出 太小 则除油的速度就慢 现在这个尺寸 是孟子明经过了几十次反复试验 确定的最佳比例 非常带 非常巧妙的一个范围 我有点担心 不法商人收地沟游用这个东西 但地沟游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那个杂质 杂质会把这个洞给堵住来 但如果再大一点 海洋上的游船游泄漏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功能 很可以 别看是个小勺 当世界上发生大海漏游事件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个大的除油船 其实将除油勺的原理 应用到除油船的设计上 正是孟子明未来的发明创想 目前海上漏游事故一旦发生 要么通过喷洒消油剂清理 要么通过搭建围栏 把漂浮在海面的油污集中后 人工收集 这两种方式效率低 还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孟子明大胆设想 希望把除油勺变身除油船 更环保更便捷地处理海上漏游 哇小秀除油勺背后的奥妙 还真不少嘞 为什么要发明这个小勺子 主要就是这个除油勺的灵感 是来源于我妈妈 我妈妈怕胖 所以呢 每次我妈喝汤的时候 又要拿那种勺子呢 在那撇啊撇 结果这样子撇出来啊 要撇好久 而且效果不好 然后我就在想 能不能发明出一种 使用简便的勺子 我听你这样子一直讲啊 我忽然间我很想看你妈妈 妈妈有来吗 有 举来 我们有请孟子明的妈妈 妈妈果然是成功美女啊 很瘦 没有没有 这个除油勺真的很管用 对不对 是 儿子做了这个除油勺 刚开始的时候 弄那个3D打印出来 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汤里 是结果给他废了一个 因为那塑料的就一下就变形了 后来每次喝汤的时候 我都用这个 我非常满意的 他的除油效果 妈妈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刚才子明也介绍了 他在学校是科学小达人 在自己家又是一个 天台台长 有个小小的科学实验室啊 这个爸爸妈妈对他一直很支持吗 因为儿子他自己在学习上 没有让我们操心 所以说我们对他的学习 就是采取的一种自主自由 这样也给了他很多自信 子明你平时学习做作业的时间 和你搞科学研究的时间 是不是有冲突 你怎么安排好的时间 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会在学校 抓紧一切科学时间 把作业全部做完 我就可以到天台上 继续去搞我的实验了 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作业狂 花那么多时间写作业 花那么多时间在天台做实验 你的视力怎么样啊 就是因为这个我的视力 现在有一点点的近视 很多时候他停不下来 九点半的时候 我是必须强制收工 强制收工 对 这个时候他就会利用在洗澡的时候 把爸爸叫来 跟爸爸讨论很多问题 所以说那个时候 九点多十点多 我们家卫生间是最热闹的 太多的时候都是在那里面 结束一天的 现在有一句口号叫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怎么才能不输在起跑线上 我觉得子明爸爸妈妈 给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就是我们孩子的成长 真的要让他们的天性 得到很好的发挥 要培养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要提高学习效率 而不是去逼着他去操练各种各样的东西 实际上是白白浪费他的很多时间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子明 一起来跟大家宣布一下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式科技集团 在这个公司里爸爸就当CEO 就负责掌管公司的发展方向 妈妈妈就负责管财务 然后爷爷就负责搞宣传 舅舅就负责搞营销 我妈就负责搞科研 另外还想把我的公司建在偏远山区 因为那里地便宜 而且还可以让偏远山区的儿童 更早地接触到先进的科技 哇 太可爱了 等到我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欢迎大家来我的公司做客哦 好 谢谢 非常有考情啊 人小志气大 那好像我们每一届的少年爱迪生 都有一个勺子 去年是跟饺子有关 我记得前年是一个正面捞汤 反面捞肉的一个火锅勺 今年又是一个利用 力学员里的这个厨油勺 而且都是一些 你看 特别会观察生活的小孩子的发明 虽然是一件小作品 但是特别地美 很小 但是一看 所有的人会眼睛一亮 至于少年爱迪生这个节目来讲 有没有一个好的点子才是最关键的 这也是我最看重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个结构玩出更多的花样 我非常地期待看到你把它给做成一个很伟大的东西 这一票我先给你 这一票我一定要投跌 恭喜孟子冰 全票通过进度付代 它有一种 有哇哦 factor 什么叫哇哦 factor呢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简单到不能到 不能再简单 同时又能完美地完成 你会觉得哇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餐厅 但是可能将是今年的作品里面卖得最好的 本预言将会成为本季少年爱迪生最大卖的作品 孟子明的橱油勺 奇开得胜 我们心配从小小橱油勺到拯救海洋环境的春真梦想 也祝福就会从天台实验室走向梦式科技集团的小小少年 廖家明我认得 这下卖我认识 具体干什么的我就不晓得了 他看图我也看不到 我是廖家明 我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我的世界也有时候很小 我善于发现 我喜欢发现 赵年爱迪生 我来了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出场 你好 天悠老师好 观众红楼院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省和肥市安西路计算小学的廖家明 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发明 我今天带来的不是发明 是一个大发现 大发现 多大的发现 我发现了你们用肉眼看不见的星星 哇 这一大到宇宙了 天哪 太厉害了 那这个作品怎么展示我很好奇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好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在哪啊 你们来找一找 我得上场好好找一找 这不是满纸都是星星吗 我这么看我都走得那么近了 两幅图是不是要找不同 找不同 对 是这儿吗 不是 不是 在这儿 在这儿 真是 你们看出来了吗 我们都没看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天哪 这可真把我给看晕了 还要找星星在哪里吗 对 我觉得我能看出来 这个特别亮的是吗 不是 不是 这边 一 二 三 不是 是这儿吗 不是 你给我揭晓答案吧 是这里 在这儿 你们注意到了吗 还有一张 哇 这颗图我已经投降了 可是这两张图不一样啊 这个感觉更小一点 这个感觉放大了一点 快了 快对了 这两颗在一起的 有一颗 这儿 对 这个这个 找到了 说实话 这个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找星星就是找不同 不过这个比找不同 有技术含量 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技术含量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这两幅图 我们一般超星星爆发 都是在星系里 或者星系往外一点点 那同学 你说的这种超星星 是一种什么星 是超过恒星 彗星 是比太阳大三四倍的恒星 死亡时爆炸 产生出来 你才十一岁啊 嘉明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关于星系的事 从十岁的时候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电脑 我爸爸说 要想玩电脑 就玩出点名堂来 我就开始找这个了 你一共发现了几颗 三颗 厉害 你是用什么方法 发现小星球 用眼睛 用眼睛 是在电脑上看 还是把它打印出来找 在电脑上看 一些人用望远镜拍下来 然后把图发到一个平台上 我们就可以在平台上寻找 原来 所谓的发现超星星 是指从星明天文台 和中国虚拟天文台 定时发布的 由天文望远镜 拍下的宇宙图片中 对比历史图和星图 寻找其中的细微不同 在广袤银河中 发现超新星的踪迹 观察者必须具有超强的眼力 专注力和分析能力 才能完成这项 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你每天看多少 一天大概看五六百张 最多的时候能看一千多张 天哪 我觉得嘉明啊 能够那么专注地 来做一件事情 在十一岁这个年纪 就特别了不起了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可能比较外行 不太了解你 发现三颗超新星的意义 到底有多大 但是有一个人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 我们把她请出来 看看你是不是认识她 好吗 来 有请 这张脸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可能有一些陌生啊 她就是陈高会心 杨高会心的发现者 也是世界发现新天体类型 最多的一位民间科学家 新名天文台的创始者 高兴先生 欢迎您高老师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你一共发现了多少新天体 好像不太好统计了 会心是三颗 因为在发现里头会心是最难的 老师我很感兴趣 你是学什么 我是一名高中老师 高中物理老师 纯粹的业余天文爱好者 一天天文课都没上过 你对小廖同学怎么评价她 廖佳明这个去年十月份才听说过她的名字 因为我有一个系统 就是把我们天文台拍摄的照片是公布在网上的 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 然后呢第一颗超新星第二颗超新星 还有第三颗超新星都是小廖佳明发现的 好厉害哦 她是非常非常厉害可以这样说 因为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团队也是做这个工作的 那就是一年一共能发现十颗超新星左右 而廖佳明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了三颗 而且最厉害的就是 她只有十岁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专门去查全世界发现这个超新星 最年少的是谁 她还说发现有一个加拿大的小朋友 和她是同龄 也就是说她可以叫做全世界发现超新星 年龄最少数量最多的这个小天文爱好者 所以她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是不是像比赛一样 就是看谁看的图多 然后看谁最快发现 跟比赛差不多 你必须要赶快看 不然就会被别人给看掉 别人看得要比你先发现 你再发现就是别人的 就不是你的 要发现这样的超新星 有什么技巧没有 我觉得有两条很重要吧 一个是能做得住 有专一度 我觉得任何做科学或者做研究的 这是一个必要的素质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兴趣 兴趣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的 就是说你对什么有兴趣 我对什么有兴趣 可能是两个世界 但是并不需要解释 就像喜欢一个什么东西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 那我想问问看 发现一颗超新星 它的意义到底何在 就和我们这些储通人 有什么关联呢 你知道吗 就是在座各位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身上所流动的血液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元素 都是曾经超新星爆发以后的产物 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叫做第三代太阳 它的妈妈或者它的爷爷奶奶 先经过一次超新星爆发 然后再经过万有引力收缩 形成了第二代太阳 然后呢再进行爆发 形成第三代太阳 然后才会有你 有我 所以我们都是来源于超新星爆发 太了不起了 佳明啊 要不要到台中间来 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梦想 我是一个平凡的小孩 我的世界有时很大 但有时也很小 我希望发现一颗会心 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的哥们说 看 那颗心叫廖家明星 我们学来第一票怎么投 其实要做你做的这个事情 你需要非常高强度地去集中注意力 我们这里其实真的很少出现像小嘉明这样的一个项目 但是这一票我可能还是不能够给你 因为我们《少年爱地生》是一个发明的舞台 仅仅仅是因为你的这个发现不太适合这个舞台 我觉得我也想表达这个意见 发明和发现并不是对立的 发明叫做技术 发现叫做科学 如果说你们科学和技术哪一个更重要 我相信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这个确实不是发明 它是一个发现 但是我仍然想把这票投给你 我想这是对你的这种精神的鼓励 我也希望你能够真的发现一颗要加明星 我已站在一个发明家的一个立场 第一个专利你也没有办法审亲 第二个呢又没有四场性 我没有钱的味道 我这票可能没有办法给你 抱歉 如果说有一项钱和一本书摆在评委的面前 我想问一下评委 你到底是给一箱钱投票呢 还是给一本书投票 我是个俗人 我先选一箱子钱 因为拿着一箱子钱 我可以买很多书 当然 郭老师说我就选那本书 我看到那本书 我找到了身材之道 创造发明 我可以有无数箱子钱 我觉得像我和小廖家明这样 只能说生活的目标性 也许和很多人不一样 但我坚信我自己做的选择 我也非常希望廖家明 执着地做这件事情下去 我们知道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爱好天文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意义 我觉得您的比喻非常好 一箱钱可能是有限的 但是一本书有可能创造无限的东西 所以家明有恒星这颗星 才能发现恒星star 这一票 我支持你 祝你早日发现廖家明星 两票对两票 现在就看看我们的观察团 他们怎么来决定 请大家稍等 我认为肯定是可以的 没有发现就没有发明 对啊 对啊 因为有发现的少年 就是特别少 我们得鼓励这样的人来 这不一定 人文的东西也就要发现 适合的舞台是要有选择性的 好 时间到 黄团长宣布一下 我们观察团的决定 我们争论得非常激烈 关于发现和发明的问题 但最终我们以 四票对两票 决定我们的廖同学 继续在少年爱迪生的舞台上 进行你的发现 恭喜你 廖江明 进入了我们的肃赛 祝贺你 作为世界上年龄最小 发现超新星数量 最多的天文爱好者 年仅11岁的廖家明 告诉世界 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 少年爱迪生 赞赏巧妙的发明 也同样珍视了不起的发现 期待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真的可以 骄傲地指着星空说 看 那是廖家明星 大家好 我叫文浩 我来自广东省战将士 听说上海有一条 持全服列车专线 也是全世界第一条 商业运营的高价 持全服专线 这是上海最吸引我的地方 这次跨越近2000公里来 上海参加少年爱迪生 我终于有机会完成 我和持全服的约会了 希望既熟悉又陌生的持全服 能为我这次少年爱迪生之旅 带来好运气 少年爱迪生 我来了 有请我们下一位选手出场 大家好 我叫文浩 我来自广东省战将士 然后我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宅 我一个人干了 一个团队的活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把CEO CFO 把这CTO 全部O都干完了 你是现在自己在创业 还是什么样 等于半个创业吧 一边学习一边创业 文浩 我想问问看 刚才在这个VCR里你说 磁悬服既熟悉又陌生 你做过几次磁悬服 来回试试吧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做磁悬服 因为我想体验一下 被悬起来的感觉 所以你今天的发明 跟这个改进磁悬服有关吗 我的发明的话 是利用目前 世界上先进的磁悬服技术 实现无边际的加工 这个听上去很酷啊 一个新的技术 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他很有信心 你看他说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满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给我们看一看你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的大名 磁悬服激光切割机 可以让我们上来看一看吗 可以 可以 非常安全 教授 我们一起 好 我们都想看一下 哇 磁悬服在哪里啊 磁悬服是主要的就是将这个激光头 悬服在空中 然后聚焦 激光备成为最快的刀 最准的尺和最亮的光 激光切割可为应用最广泛的工业切割技术 不需要任何刀具 利用光速对材料的移动 完成原本无法实现的切割效果 文浩的发明创造性地加入磁悬服技术 使激光头能悬浮在空中进行切割作业 传统激光切割机混搭先进的磁悬服技术究竟是否靠谱 文浩的这一创新又能否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呢 我觉得要不要干脆去演示一下 因为我那个激光 它发出来的光是不可见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到场外去验证 我陪她一起去 我们今天观察团特为请到了上海的这方面的专家 来自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赵玄中老师 欢迎您 有请您陪同他们一起做一个验证 我们去看看你的实验好不好 这就是我的思宣夫机关机床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现场 最主要是要看你这个激光的制作过程 就因为我这个激光是不可见光的 所以我们要戴这个护目镜 找位置 OK 它是有三个对吧 对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有 好像是三个这个磁悬浮的头呢 比如说自行车 稳定性不如三轮车 所以说你利用一个三角定位的方式 让你的那个激光浮在上面 对 我们知道激光的威力都很大的 那不晓得您的这台激光切割机 它的这个穿透力到底有多强 穿透的话看激光的功率 因为我们那个激光功率是可以调的 从一瓦到一百瓦都有 一百瓦已经差不多可以和那个金属了 这个倒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这样子 磁浮的一个设计 现在我所看到的 所割出来的 都是非常的正 非常的直 各个节点也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我现在可以宣布 这个磁浮的激光机 它是验证的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现场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文浩 实验成功 刚才大家都对你的这个试验评价挺高的 你作为一个高中生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一个这么先进的 又是磁悬浮又是激光 因为我玩科创也玩五年了 我们接触到一个客户 他们当时是要开发一个那种磁悬浮音响 我就人生第一次接触了 EML电磁悬浮技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搞科创的 接触激光切割机的频率非常高 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发现 如果将那个激光头就反一个方向 将它装在上面 弓箭台两边的话是没有那个阻碍物了 那就意味着它那个边际就是无限制了 传统激光切割机的激光头 只能在三条导轨规定的范围内运动 因此被切割材料的面积受到限制 而文浩的发明中 三面无阻碍的先行结构 无论被切割的材料面积有多大 也不管需要切割的部分 位于材料的哪个位置 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切割作业 听起来是好有创意的一个想法 我们这班复旦大学老师又有话说 你的这个激光切割 到底你现在能切割多少种材料 非金属类 木材 亚克力 大理石板材 这个都进去 我能不能切 石头我没试过 还没有试过 那么你发明这一台磁悬浮激光切割机 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从去年的8月24号开始立像 然后9月4号正式开始实施 差不多一年 听听赵老师 对于这个文浩这件作品的评价 好不好 好的 激光这个东西 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 都觉得很神秘 但是现在也渐渐不神秘了 比如说我们女士 比较爱美的激光美容 大家都知道 但是文浩这里面这个激光呢 在我们工业界 就是用来加工的 我们可以把它显现成一把锋利的刀 那么我们传统的激光加工呢 我们有一个激光的加工的加工头 像我这个弓箭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动的时候它是不方便的 另外呢 你机械的这个东西呢 它存在一个机械的磨损 那么文浩呢 他就解决了一个这个问题 他这个磁悬浮呢 它是悬起来的 它也没有磨损 所以我认为他把这个磁悬浮的技术 和我们激光这个基础结合呢 是一个要好的创新 太棒了 文浩 你这个发明一看就是要投入不少 你到目前为止 你投入了多少的资金 大概是9万左右吧 是你自己的积蓄吗 因为我上一个项目就做无限熟练嘛 已经有那个固定的客户群了 然后我们也盈利了一年多了 就相当于上一个项目的钱 已经完全投进这里来搞这个机床 等于你是把假赚的钱 用来以继续地发明 对 因为我们参加比赛的话 也有奖金的嘛 哇 这笔账算得真很好 算很准 难怪他自己说CFO也是他自己干的 那我想知道 就是在你的这个发明创造的 整个过程当中 是谁对你的支持比较大一点的 杨总吧 杨总是谁 就一个科技公司的CEO 奇怪 一般人都感谢爸爸妈妈 感谢老师 你感谢一个科技公司CEO 他也算是我的伯乐吧 他是你的大股东吗 现在这台样机的磁悬服 母系统就他提供了 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上来 来 有请 各位好 我是杨清博 是文浩的 我觉得我跟他是朋友 应该这么说 望年交 望年交 对 你为什么愿意把那么多的精力 放在一个高中生的身上面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 想去做一个发明家 但最后这个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金融 所以就离这个发明比较远了 但是我创办这个生物科技之后 想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在某些技术层面 能够获得一些点心 我选择了这个初心湖 去做突破 在这个期间里面 就是我去检索了很多国内 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各类人才 一不小心就搜索到了这个文浩 杨总 你对他未来有什么期待 我在去年就跟他说过 你的第一大目标 应该是考上一个最好的大学 尽你最大的努力 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好的基础 未来奔向这个科技更远的南海 大学的学费就包在我身上 这是对他的第一个期望 第二个是对于他的动手能力 我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商业目的 然后仅仅在这个年龄层次 应该就是因为爱好 我因为爱好这个 我去学习 我去摸索 至于他未来是成为一个商人 还是成为一个工程师 我觉得这个是其余他的爱好 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 我都会尽我所能 提供机会和资助 我为你有点担心 你小小的年纪 个子也不大 18岁的尖头 扛起了发明创造创业 还要考大学 你有想过取舍吗 暂时没有吧 近期的话就先把科创 放一小段时间 然后考完大学的话 继续下一个项目 可是我总觉得 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很多创业者都是辍学的 乔布斯也是辍学的 很多人觉得看到商机的时候就辍学了 我们这也有个辍学的 来我们听听这位观察员 也是一位辍学的创业家 我是在大一下半学期辍学的 我在积累了一个油爱设计方面的一个技术以后 我就开始辍学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谋生了 其实当你想把你的这个切割仪的速度提高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到高等数学的东西 像这一些恐怕只有到大学学过相关的课程 你才能知道 他就不能在家里自学吗 对 他可以在 他不能在网上学习吗 这个你没有相关的人相关的经验 做介绍之前 你一下子要悟到那个点上面 是很花时间的 措学并不一定是创业的必经之路 我也可以大学毕业以后 甚至研究生读完博士读完以后再创业也可以的 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你考上大学仍然可以修学创业 但他不能说停两年再考大学吗 不用你考上大学以后 你说因为我创业的要求需要修学多少多少年 学校一定会同 我觉得有没有第三种选项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产品交给杨总 让他来帮你把它变成一个冠军产品 同时你可以去完成你的学业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文浩 你对自己的设想 有没有发生一些些改变 没有 坚定立场 那文浩 我们想知道 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我梦想的话就是这五年内或者六年内的本创立这群公司 然后还有一个远的战略目标就是 让我的公司成为世界创新版权企业 觉得很棒啊 有很远大的志向 你的信仰性 实用性 还有市场性 是绝对是够的 未来就看你怎么样把这个marketing给打开了 恭喜你 我支持你一票 文浩 我最欣赏你的一点是你对科技的执着 从初中开始就在思考各种各样的科学的问题 在研究你的发明创造 而且确实你的工作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是无论如何这一票我一定会投给你 同时我也想把这一票投给杨总 我想杨总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高瞻援助 对一个年轻人 对一个中学生 能够给予这样无视的支持 而且是不计利润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 校长讲得好啊 我也觉得非常羡慕你能有杨总这样的一个伯乐 当年特斯拉也是因为有Weston House的赏识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交流店贯穿着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你就是我的爱迪生 我看好了 OK 谢谢 祝贺你进入我们的复杂 感觉我被文浩的这件作品很打动 我觉得太神奇了 我非常看好这个产品 如果有金主介入的话 我相信它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 我们期待能从少年爱迪生的舞台上走出更多的文号 让中国寄身世界制造强国 谱写出新时代的中国神话 我叫唐雨施 今年十二岁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 这是我们羌族的衣服 很漂亮吧 我们就穿着这样的服饰 去欢庆节日 我生活得很开心 很快乐 但每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就会作目 感觉到害怕和恐惧 我想来少年爱迪生 我想要不再恐惧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出场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来自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那一股小学 我叫唐雨施 你好 雨施 刚才你说你到晚上的时候有恐惧害怕 像你这个年龄应该正好是最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和害怕呢 2008年文川大地震 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那时候我才四岁 地震来的时候 我被老师紧紧地抱在怀里 指头再往下掉 砸到许多小朋友的头上 流出了很多血 他们都哇哇大哭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八级大地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破坏力最大的地震 四面环山的北川 是这次地震受灾最重的地区 整个县城几乎夷为平地 当时只有四岁的唐雨施 与家人虽然逃过劫难 但死亡 坍塌 余震 这些地震带来的恐惧 却一直营绕在小女孩的心里 我自己也经历过 十几年前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 我在那个石楼上面睡觉 我可以从床上被摇到地上 然后看着那个大的衣橱 就这样压下来 很可怕 所以你现在会经常做梦 是的 那你是带来了一件 跟地震有关的作品吗 是 我想要我不再恐惧和害怕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 什么样的发明 可以让我们的雨诗 不再恐惧与害怕 这是我发明的地震自动门装置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它的外表 现在我要带你进屋里去看 可不可以让我也曾经是个地震的受害者 当然 上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地震自动门装置 当我这样敲的时候 震动器就会感应到 利用单面器控制电子锁 最后用这个驱动步推开门 地震生生时 因为房门被变形而无法逃生 是造成地震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表明 每增加三秒的逃生时间 伤亡率就能下降百分之十四 而唐雨诗的地震自动开门装置 就是希望借助震动传感器的力量 实现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 自动开门 当地震发生时 只要红外线传感器监测到屋内有人 单片机 就会响应震动传感器发出的指令 控制电子锁自动打开房门 帮助人们迅速逃生 它把这种感测器的方式 直接跟红外线来做结合 要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構思 我是非常的欣赏 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闪光 那就是把屋子里面有没有人 和现在有没有地震 这两个检测结合在一起 像我以前见过很多的 就是专门为地震设计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它就是因为不检测有没有人 所以最后变成了很失败的一个东西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床 你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它有一个金属的盖子 它一检测到地震 它就盖子会翻过来 把你给罩住 这样保证你不会被 掉下来的时候给砸到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不知道床上有没有人 所以说有可能你真的上厕所 这个时候地震了 然后你往床上冲 发现盖子已经盖下来了 你就被关在床外面了 你能想到说地震的时候 我要先知道屋子里面有没有人 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 我想知道一下 因为你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我一直以来有这个想法 在爸爸的帮助下 我完成了这件作品 爸爸今天有没有来 有 有请与世的成长众梦人 金玉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来自北川 羌族自县民族中学 我是一位科技老师 爸爸还戴了个帽子出来 怎么回事 这件作品是唐雨时独自完成的 也是与地震有关的作品 爸爸一出场就不一样了 马上又给雨时加分了 雨时来把这顶帽子 告诉我们怎么用 因为当时石头再往下掉 打到许多小朋友的头上 然后我就想地震的时候 保护头部最重要 并且我还装置了荧光带和口罩 在很黑的情况下 可以用闪光灯求救信号 这里的警告线也可以帮你获得外界的救援 想得很周到 我想问问 对于像您这样的北川人 在你们心里还留下了些什么样的痕迹呢 说到这个地震 我们每一位老北川人都不想再重新回到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的房子是在老北川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我北川大酒店后面 当时我们的房子有七层楼高 地震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了两层 幸亏我们一家人没有在县城 而是在我工作的地方 就在现在的片口下 与外界完全失去的联系 雨时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当时也是在帐篷学校 而帐篷学校有好几次帐篷被吹翻 当时她吓得不得了 我们真的不想再去回忆她 雨时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离大地震也有八年了 我们住进了北川美丽的星辰 但我每次会做梦 梦到青山包围的老北川 梦到我们以前的老房子 那仿佛就像一道伤疤 一碰就痛 但我知道怕是没有用的 我希望我能学更多的知识 来帮助人们远离地震的伤害 这样地震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天灾 你是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 要勇敢地走出那种阴霾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 你会用更健康的方式 去设计更好的发明的产品 在这边老师祝福你 谢谢 我很欣赏你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是拯救人的生命的 所以呢 这一票我觉得我还是要投给你 谢谢 女士你的这两个作品 有它的特点 但是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 因为你这个设计当中 确实还有一点漏洞 不一定是地震 它同样会产生 类似于地震的效果 让你这些设施能够有所反应 我现在这一票 我现在暂时不给你 我 我 要不我们还是先听听观察团的说法 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担心的是 这个东西在实际使用当中 起不到你想象的作用 比如说你好动的这种震动 直接会引起你误操作 比如说你晚上睡着的时候 他自己家的房门就打开了 然后你自己还 如果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就有问题了 我觉得女士 你已经很勇敢了 噩梦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你年纪还小 但是当你 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你的心灵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希望我的这一票 能让你离梦想更进一步 恭喜你语师进入了我们的复赛 发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唐语师这个逃过了汶川大地震 生死之节的枪族少女告诉我们 发明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强大 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的百般变化 用发明战胜恐惧 12岁的唐女士做到了 用发明带来希望 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欢迎您下载看看新闻APP 进入少年爱提升专区 为您喜欢的选手投票 人籍冠军将赢得南北级科考 游学大奖 征集创意视频 更多节目内容 看看新闻APP 助力少年爱提升梦想起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